斗魄至无上之境 第656集 不可全灭 太过分了 怕过不了斗神联盟那一关 人磨妖 各留一人便可 赶尽杀绝可不好啊 遵命 大人 此话 血衣老祖 白衣老祖 还有云心 他们三人刚刚突破九星 在当时的斗地大陆 九星算不了什么 因为远古斗地大陆 在天地浩劫之前 斗仙都不在少数 九星更是泛滥 而这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而说这话的时候 这三人正跪拜在他们的面前 致使他们三人永远地忘不了那一幕 血衣老祖的提及让他们立刻就回忆到了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一说出 斗地大陆上的所有斗仙 其余的九星全灭 唯独只剩他们三人皆为九星出奇 这么多年也未曾经济 一直都是九星出奇 仿佛已经止步于此 可 它展现出来的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 若它不是九星 又如何能困住我等 障眼法也不至于如此 什么障眼法能骗过我们三人 莫非八星能骗过我等九星 云心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况 虽然现实上说 是不可能拥有第四名九星斗地的 可时隔多年 大千世界瞬息之间千变万化 谁又能说得清呢 难免会有意外出现 云心不知道是不是女子的缘故 显得细心一些 很理智地去看待问题 并未去一改而论 云心更相信自己现在真实感受到的 会不会出现新的九星 谁也不能保证 好了 我们全力应战 如若没有进展 我们只能选择撤退 强攻绝对不是上上之策 白衣老祖综合了双方的意见 血衣老祖只得点点头 吃了亏之后 他显然被世魂王激怒了 杀心一气 始终还是不信 世魂王会有九星的实力 几人再度陷入了 与世魂王纠缠的战斗中 萧炎也在非常紧迫地突破着 必须要赶在三位九星老祖撤退之前 如果没有三位九星老祖拖延 萧炎就会很危险 所以必须抓紧抓紧再抓紧 萧炎这里突破到八星后期 世魂王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 这会儿 萧炎还算是安全的 聚西城的上空 热浪如风 席卷整个聚西城 炙热的空气让人觉得呼吸困难 天空中刺眼的光芒 犹如一轮火热的太阳 所有人都仰起了头 那是一只金屋 浑身刺眼的火焰 亮到只能看见一团白光闪过 刺眼的光芒 让人都只能眯着眼睛才能勉强能够观望 这 什么啊 炬热如羊 这是什么鸟啊 从未见到过 感觉很强 你看 它竟有三族 什么鸟会有三族啊 我看过古迹 曾记载过一种天火 本体就是一只有着三族的金屋 啊 你这么一说 我倒也想起来了 排名第一的天火 大日金屋炎 本体就是一只三族金屋 已经消失很久 都认为 它只是活在传说中 没想到 竟然出现在了聚西城的上空 天哪 排名第一的大日金屋炎 竟然有生之年 能看到如此奇物 太不可思议了 你看她的眼睛 仿佛有万千火焰在其中燃烧 好美 好美啊 一些女孩子都好奇地睁大着眼睛 大日金屋炎从聚西城上空划过 那绝对是一道奇观 宛如一只高贵的凤凰 吸引了聚西城所有人的观望 都在驻足为观 它的方向好像是 丹殿的方向 听说丹殿发生了极其惨烈的大战 没想到竟然连排名第一的天火 大日金屋炎都吸引而来 莫非 它是要去驻战吗 应该是 不太清楚究竟是要去驻萧府 还是丹殿呢 这一战 不知是丹殿会败 还是萧府会败 残酷的战争总有一方会成为败将 成为这历史洪流的淘汰者 嗯 丹殿根基深稳 我赌 丹殿大胜 萧府这个名头 虽然最近确实有些亮眼 不过毕竟是新建的势力 怎么能和丹殿这样的 根基更沉稳的势力对抗呢 这无疑就是一卵几十 萧府不可能是丹殿的对手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我听说消息传出丹殿死伤无数 胜利的旗帜逐渐在向萧府这边倾斜 萧府的辅主曾只身来丹殿要人 这魄力听说当时连九星老祖都出来帮其说话 此战可不好说呀 尽管其变吧 我们还是少嚼舌根 传出去怕对我们不利 是是是 说的有道理 尽管其变吧 这巨西城啊 恐怕要大变 巨西城中 众人议论纷纷 萧檐这里 紫金灵印可以说是尽数吸收 金帝燕也在迅速融合 萧檐体内的痘气 出现了更多的丝丝白化的痘气 这些痘气比起周围完全不在一个程度 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吸收完了紫金灵印 也伴随着以前未曾吸收完的优绝名领 萧檐的实力 此刻已经达到了八星后期 而随着金帝燕的吸收 萧檐八星后期的实力 也在变得越加的稳固 一旦八星后期的实力稳固之后 那么就会继续的向前突破 金帝燕恐怕只能稳固其八星后期 根本无法再度突破 与八星巅峰都有一大截的差距 所以要想突破九星 必须融合排名第一的天火 大日金屋檐才有希望 金帝燕 萧檐已经融合了一半之多 八星后期的实力已经完全稳固 可依旧没有要继续向前的感觉 萧檐眉头紧锁着 我已经快吸收完金帝燕了 才达到了八星后期 突破九星 希望有些渺茫啊 萧檐对三族金屋说 而就在萧檐对着三族金屋的分灵说话时 分灵却没有回答 而是崩散而去 化作漫天光点 留下萧檐一头黑线 这 这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萧檐可不知道 这小三族金屋 只是大日金屋檐一道分灵而已 他以为小三族金屋 竟然临阵脱逃了呢 此刻 丹殿老祖的三族金屋 活还已经慢慢退散 模样重新化作了之前的人形 助力在原地 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远远地望着上空突然出现的士魂王 以及后来出现的三名九星斗帝 丹殿老祖已经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在这场战斗中已经不是最强者了 他已经没有了足够的话语权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 这场战斗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九星之战 竟然会因为萧府和丹殿之战 引发到这种地步 谁也不曾想到 真宗府怎么也没有算到 会出现现在这种无法收拾的局面 现在能控制场面的 只有三位九星老祖 他们数万人的生死 也都寄托在了三位九星老祖的身上 若是这些九星老祖败了 他们也都会落在这世魂王的手里 现在世魂王展现出来的实力 恐怕他们数万人都难以阻挡 随着时间的推移 萧炎体内的金帝燕已经吸收殆尽 八星后期的实力已经稳固扎实 现在萧炎睁开眼睛 看向天空 这三族金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萧炎心里难难 不过就在他还在疑惑的时候 丹殿的上空 一道刺眼的光芒如流星一般俯冲而下 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 甚至直接无视视魂王以及三名九星老祖 目标很明显 就是冲着萧炎而来 这正是急速赶来的 大日金屋炎 大日金屋炎 视魂王看着大日金屋炎的出现 眼中露出精芒 无数的黑色铁锁停止攻击三名九星老祖 而是飞舞着朝着冲下来的大日金屋炎射去 三位九星 且听我说 此人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九星中期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你们也无法退离 唯有帮我拖住一二 待我主人突破九星才有一线生机 你们是人族也好 妖族或者魔族也罢 这里数万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一旦失败 这些人都会丧命于此 希望你们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尽快将其托住 可不容缓 大日金屋炎的声音传到三位九星老祖的耳中 三位九星老祖先是一脸错愕 再是震惊 玄机便没有任何的迟疑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迟疑 现在只有选择相信 三位九星老祖身形全部朝着大日金屋炎的针身 三族金屋暴掠而去 在黑色铁锁快要击中大日金屋炎之前 抢先一步 挡在了大日金屋炎的身前 替他扛住了黑色铁锁的攻击 三名九星老祖自然也是认识大日金屋炎的 而且他们之前也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弑魂王的压迫力 血衣老祖之前一直都不曾相信弑魂王会有九星的实力 可眼下所发生的一切 让血衣老祖不得不开始忌惮弹弑魂王的实力 他的实力绝不在九星之下 而且还是比他们更强的九星 他们此刻没有时间去证实大日金屋炎所说的内容的真实性 这一战愈演愈烈 血衣老祖本是为了血魔一族而来 云新是收到了战唤的消息 白衣老祖自然是为了人族而战 虽然他们平时并没有出手去干预彼此之间的小打小闹 可战争一旦威胁到全族新王的时候 他们自然都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选择守护 这一次 人族来了 妖族来了 血魔一族也来了 甚至连魔兽家族都赶来了 聚习城里几大家族的九星老族都聚集了 这可是在那场战争之后第一次聚集 血衣老祖手中龙血骨枪 猛地向前一次 枪身猛颤 随着枪身的颤动 血色雾气从枪身上渗透而出 然后瞬间凝聚成了一个血色龙头 一条血色巨龙朝着黑色铁锁轰击而去 黑色铁锁瞬间穿透血色巨龙 可那些黑色铁链的速度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速度变缓了 白衣老祖身后五道剑影 一升二二升三 瞬息之间在他的身后百道剑影密密麻麻 随着白衣老祖手指向前一挥 百道剑影如得命令 剑影划破空气 发出刺耳的嗖嗖之声 死死地朝着黑色铁锁追击而去 云心也自然不甘示弱 手中的长鞭宛若灵蛇 纤细之手紧握长鞭 向前一挥 鞭身向着前方不断地旋转 一圈一圈鞭子的长度也达到了百丈之长 将一大圈的黑色铁锁猛地一勒 将一大片黑色铁锁硬生生地捆住 短时间动弹不得 试魂王的黑色铁锁 几乎全部都被三位九星老祖给强行挡了下来 多谢 各位需拖延一些时间 如若各位倒下 那么在这里 人族妖族以及血魔一族 所有的人都会成为 试魂王殿之黑色铁锁的一缕亡魂 数万的生命将彻底毁灭 而各位也是这斗地大陆最强悍的屏障 你们不能倒下 待我主人突破九星 将会瞬间扭转局面 大日金屋檐的声音再度传到了三位老祖的脑海之中 三位九星老祖都相互对视了一眼 又看了一下黑铁龙下数以万计的身影就在下方 大日金屋檐说的的确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先不论三位九星老祖能否成功脱身 就算他们三人能够脱身 那他们背负的则是数万人的生命 他们若走 那么这些人定然必死无疑 逃得了一时也逃不了一世 血衣老祖说的也正是 若此刻不灭 那么此人将成为斗地大陆之上的一个毒瘤 从此斗地大陆只要有试魂王存在 就不可能安宁一天 死亡的人数恐怕将不断地增加 大日金屋檐 你为何不跟随于我 只要你与我联手听从于我 我们便能称霸斗地大陆 你与我一同称王 试魂王看着大日金屋檐不停地往下方俯冲而去 选择之人并不是他 顿时大声嘶吼 似乎大日金屋檐对于他来说十分重要 而看施魂王的表现 对于这数万人的生命都并非是那么看重 而他这一次的出现 其真正的目标是大日金屋檐 也是大日金屋檐分灵出现的一刻 施魂王才出现的 似乎大日金屋檐的身上 有他十分需要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